我这盆铜钱草长得非常旺盛 接下来我想从这里挖一点根出来 重新移栽 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铜钱草 其实防弃铜钱草是非常简单的 把这个根系割一半出来就行了 因为铜钱草是非常好咬护的 关于植物 随便你怎么割 它都能成活 只要是大小根系就行了 就这么一大把 根系我已经砍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重新给它破成两半 种成两盆 然后把顶端的叶子给它割掉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后期长出的叶子更整齐 这样就行了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土壤 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椰康或者是泥炭土 把它用半水培栽培 以后倒上水就行了 非常简单 非常好咬护的一个铜钱草 就这么完成了 等它长出新叶子 我们再用这个盐液氮肥 一对一千毫升的水给它浇透 能促进它长出更多的新叶片 让这个叶片更加油绿 因为氮肥能促进叶片生长 增加叶力素的合成 好了 喜欢铜钱草的花员们 我们这样养护 让它更好的生长 好 繁殖就这么简单 好 再见